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视图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个视图的管理我们首先来看 怎么去理解下这个视图 而视图的话 它实际上是放在我们这个Information Scheme 这个数据库下面的这个WeU表里面 那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表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多数环境下面来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首先我们去查询一下 我们这个视图它的存放位置 Massion然后是Scheme 然后是这个数据库下面的一个WeU表里 在里面查看出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显示方式 是这种横着这种形式显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让它 以列的这种形式显示 我们可以改一下 然后把这个改成用斜杠大型的一个基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面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些视图 比如说第一个视图叫Vimples1 这个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我们是放在这个Compress这个数据库下面 然后它的一个视图的一个名字 以及它的一个创建语法 这里面有一个check option 我们等会会讲一下这个check option 它的编码格式 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楚直观的去了解这一个视图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是我们的一个视图 它的一个查看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查看我们这个整个数据库下面的这个视图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我们要查看一个数据库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选中的是选中Compress这个数据库 选中Compress这个数据库之后 因为我们讲过这个视图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张虚拟的表 那么从MySQL 5.0开始 那么这个视图呢就在我们MySQL当中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show tables 去查看我们这个视图 这里面的话 不仅仅只是我们这一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些表 那么视图呢 它也是可以通过我们show tables这种方式去给它显出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视图的一些查看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视图 它的一个创建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有两种 它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么一种呢叫undefined 还有一个major 还有一个tempo 这里面 这两种方式的话 主要是第一种major方式 major方式的话 它是叫合并的一个执行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每当执行这一个 视图的时候 它是先将我们视图的show code语句 与外部查询视图的show code语句混在一起 最终执行 这是我们的一种执行算法 就是我们试图查询的时候 试图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查询 那么它是怎么去执行查询呢 如果说我们采用的是major这种执行算法的话 那么它是先把这两部分的show code语句 就是说我们看在那个例子 比如我们现在用这个数据 我们先查询select sym run v-series 然后where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eap number 那么eap number等于1001 我们在这样查询的时候 它会显示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 我们之前定这个视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v-series这个视图 v-series这个视图 我们找一下 v-series这个视图的话 是我们之前这个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采用任何的这种算法 它是一个undefined的这种算法 undefined的算法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倾向于这种major这种算法 major这种算法的话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面实际上写了一个查询 那么实际上这个视图它本身是具备一个查询的 那现在是把这两个查询结合在一块执行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叫tempo table tempo table的话 它是一种临时表的这种模式 就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它是先将视图所用的这个slag语气 生成一个结果 放在临时表当中 然后再从当前这个临时表 再进行一个查询 这个tempo table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是没办法更新的 如果你创建的是tempo table这种算法的话 那么你的一个视图数据是无法更新的 这是两种算法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视图它的两种形算法 咱们来看关于视图的这个管理 这个视图管理的话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视图这个定义 这个视图这个定义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shell table styles 是flank试图名称 然后like 然后我们的一个匹配图 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刚才这个视图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比如我们要看的是这个vseries这个视图 那我们可以通过shell 然后这个是tables tables styles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从flank 如果说你没有选中哪个数据 我们可以选中company这个数据图 company是这个数据图 然后like就是一个匹配图 比如我们这里面就 不匹配 我们匹配的是vseries vseries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查写到这个视图这个定义 shell table 我们这是shell table shell table 那么这里面同样的它也会出现像这种形式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 改成用 这种列的方式给它写出来 这个是大写的g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lame是vseries 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状态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shell table styles去查写到 如果我们查写的时候它的一个结构是这种横着排的话 那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加上一个斜杠 大写的g的话那么它就会这样数字给我们排出来这样的话 比较直观 这是一个 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删除这个视图 删除这个视图的话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我们是否具有这样的一个删除视图的一个权限 我们要看这个删除这样的一个视图的一个权限的话 我们是通过这个语句 select drop private from method user where user denoted 而这一个的话 它就会查看我们的一个删除的一个权限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来操作一下 select select 然后是sort 然后是private 然后from 这里面我们就是mysocker.user 然后where user等于 因为我们现在是以root的这种 root的这个用复登上去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一下我们这个root 它是否具有删除的一个权限 我们同样的是斜杠机 然后这里面会打印出这个 dop private是y 只要是dop private是y的话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删除的一个权限 那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视图给删掉 我们删掉这个视图的话就是dop dop view 然后if x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库是v s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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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视图给删掉了 删掉之后我们可以运行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的话 我们刚才删掉之后 我们现在看这个视图的一个定义的话 相关的一双的信息 是一个空子 它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删除这样的一个权限 好 这是一个删除 那么删除多个的话 它实际上是多个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在每个视图 直接用一个逗号给它分个开来 而另外就是一个关系速度更新的这个问题 关系速度更新的话 我们我们重新删用这个视图 我们就出来的 然后我们这个视图的话 在这里面这个视图的话 我们就直接 触记得一个更新 vsero 好 这个视图我们就是select 然后这个视图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写稍微简单一点 就直接就是 一键 pin number 然后是sero sero 然后fruang 这里面我们只 查询的是这个sero sero 这一个视图 好 我们把这个视图我们创建一下 我们真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创建这个视图 我们这个视图实际上只查询的是两个之段 一个是np number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收入 那比如说我现在查询的是select sero 我们刚才这个视图是vsero sero 这样的话我们就谈出1001 它的一个收入是2500 那如果我现在我把它更新一下update 我把我这个视图的一个数据更新 我们更新视图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给它变成是 像我们更新表一样的数据 然后sero 我们的一个sero 等一 比如说我们把2500 改成1500 那where 我们的np number 等一 1001 这样我们更新 是不是这个数据之后 更新的这个数据 我们来查询一下 我们原有的这个表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从基表当中去查询这个数据 这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是把试图这个数据更新了 那么更新这个试图这个数据之后 它会影响到我们原用的这个基表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试图的这个数据更新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更新的是一个 基表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么什么时候它不能更新这些数据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聚合函数 having distinct的这些的话 还有join这些数据的话 那这个时候它是不能更新的 另外 如果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的一个查询的一个计算方式 如果是table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不能更新的 比如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create world repress repress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会加上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创新试图的时候 它有一个计算的一个规则 就在这里面 这个我们该改成用tempo table这种方式 咱们把这个代码加进来 加到这里面来 加到这里面之后 那么现在这个试图的这个数据 我们来给它更新一下 我们看会不会有问题 粘贴下 然后我们现在是同样的是去把这个数据创建了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的一个 才运的一个就算方式给它改成一个临时表的方式 那么现在再来更新 我们把刚才这一个 update 这里面我们就更新的是1003 我们把1003的这个工资给它更新成 给它更新成4500吧 为了契约开了我们改 更新成4500 我们看能不能改更新出来 现在已经出问题了 他说现在你这个更新是没办法更新的 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一个计算方式给它改成了tempo table 所以我们这里面无法更新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是我们把它的一个计算方式 就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试图 它是通过临时表这种来查询的话 那么它也是无法更新的 这一个需要大家注意 而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with check option的一个理解 即使用 with check option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里面 我们再来做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给它删掉 我们在这个试图后面 我们该加上一个with check option 这里面我们该加上一个with check option 加上这种代码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该加上一个where 我们把enp number enp number等于1001 也就是我们这个试图啊 它实际上只能够查询1001的这个数据 我们给它查询一下 这儿插个e 我们把这个e给加上 咱们再给它指引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这一个 试图了 这个试图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查询的话 select simplum 我们的一个where barrius 这一个 我们现在查询的是这一张 试图 这张试图的话 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试图里面 加了一个1001的这个判断 那如果我现在是更新的是 update 如果现在更新的是 sellers 更新我们的这个withsellers 然后我们where 我们就给它 sellers 等于2500 等于2500 这里面是enp number 我们就给它等于1002 我们这样更新之后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现在还是1001是1500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这一个 enp number 1002等于2500 的话 我们看它之前这个数据 发生更改变 没有 102以前是3500 我们现在从这个基表里面去看 我们看这个基表这个数据 基表数据 基表数据是 siris siris 这个基表数据还是3500 它并没有变成2500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即便是 我们更新的是这个 试图这个数据 那么给它变成1002 就是我们更新的是1002 和2500 但这个试图数据 它不满足于我们 这个试图里面的这个 台语条件 所以这个数据没有更新到 我们的一个基表当中 那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加上了一个 ways check option的话 这个东西比较难以理解 这是一个ways check option 那么更新试图这个数据 只要有了 有了一个ways check option的话 更新试图的数据 那么必须先满足试图的条件 满足之后才能够更新到基表中 这里面就是ways check option 那么它必须是先满足于我们这个 试图条件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这个试图条件 它是一个1001的一个员工编号 那么你只有满足这个1001 这个员工编号 那么它的数据才会更新到基表当中 总结一下我们这两小节 我们这讲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我们的一个深入理解这个试图 深入理解试图的话 主要就是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major 另外一种是temple table 当我们没有写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的默认的话 它更倾向于是major 那如果采用的是temple table的话 它的一个算法的话 那么这一个试图的数据是无法更新的 比如说我们更新之后 它不能更新到我们的一个基表当中 另外就是一个试图的管理 试图的管理的话 我们就要讲解了关于试图的一个定义 我们去查看它的一个试图定义 怎么删除试图 然后我们删除试图它的一个权限 我们看是否具有这样的权限 然后试图数据的一个更新那些问题 我们也讲解过 另外就是位置check option的一个理解 如果加上我们那个位置check option的话 那么这个更新的这个试图数据 那么先必须满足我们这个试图条件 满足之后 那么才能更新到我们这个基表当中 ok 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